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因为我做过的错事 伤害了我的小朋友 很有趣的是看到小孩 看到自己的影子 特别是儿子 其实我发觉他很多性格都很像我 也像我小时候 所以有时候都会想起我小时候 和我爸爸的一些情况 主要是这个 其他人都没有生命再重做 这个是最大的遗憾 你说打儿子 是不是你没有打过两个女儿的 应该没有 我的印象没有 所以这个我更加内疚 其实应该全部打了 是不是 要不就全部都不要打 是不是 我也解释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 他是为了一个儿子 或者是看到一个儿子很像自己 就对他要求高一点 我不知道 我现在都没有一个答案 但是我就知道我做错了 就是不应该这样做 如果我没有信仰 我想我可能会和他有关系 因为我不会道歉的 是不是 为什么要道歉呢 但是打儿子是不好受的 自己都会哭 很辛苦 我听过有一个牧师的分享 他说他小时候 因为他是儿子 他妈妈对他是特别严的 他不想儿子学坏 所以对儿子是零射严 他说打到他很严重 当然是 他说他小时候很严重 所以他一严重 妈妈妈就会打 但他知道妈妈是爱他的 平时有很多地方看得出妈妈是很疼他 但是为什么妈妈又打到他这样呢 他现在自己慢慢大过 开始看回妈妈的心情的时候 他就在想 哎 可能真的 妈妈不想我这个儿子学坏 希望我能够走一条正路 结果他又做了目标 这个目标很正面 所以他经常说 我知道了 妈妈打者爱也 他其实很疼我 很紧张 我不想我学坏 于是呢 他就为什么特别打我 我打得这么厉害呢 牧师 你刚才说 譬如打儿子 很多次打完之后 你的心里都觉得 下次我不可以再这样做了 那你说和你的情绪有关 那你之前不是说过 你知道自己有瘟痪的 那你有瘟痪的那段时间 一直是多长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 有很多年的时间 其实现在我想回 我打儿子的时候 我还没有确诊自己有瘟痪的 那时候他都比较小 几岁还是不知怎样 从二年开始 我 confirm 了自己有瘟痪之后 我就很 aware自己的情绪 也都 我印象应该是从那段时间开始 都没有再 看法 小朋友 那 可能都是一个就座变祝福的 当你aware了自己原来有这个 情绪的问题 那你就更加要留意自己的情绪 如何去健康地 希望可以排泄也好 宣洩也好 那 我觉得 我掌握多了自己的情绪的状态 其实是 都有助我和小朋友的相处 但是有时候 情绪病 你有些情绪是自己控制不了的 那你depression 你是有情绪病 那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就做了 会不会的 我 我在最严重的时候是这样的 不过最严重的时候 我吃最劲的药 那些药 那些药吃完 是令你 好像 那些人说好像拍了东西 我没有吃过毒品 但是 那个感觉是 我觉得都相似的 可能 就是 例如人家打你一巴掌 你都不觉得痛那种 那 他就是想你 个人没有什么反应 累 让自己休息 那所以 最差的时候 我有药物控制 那后来慢慢好回 其实我太太 她是一个最重要的帮助者 她是帮我走过最艰难的路 她也都顶住三个小朋友 照顾他们 所以在我比较稳定的时候 其实 没有什么难度的 跟他们相处 因为有药物的帮助 又做运动 也都有健康度 那 如果去到稳定 就更加没问题了 所以都 是的 我只能够说 我是幸运的 幸福的感恩 那在你的人生里面 你现在是一个牧师 那你觉得 在你自己 顺住一段日子的时间里面 有什么东西是 神是改变了你的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几样东西呢 在你的性格 在你 在代人处事 或者在你做人方面 和你的家庭上 会不会有些事情 是你以前不会这样的 但是你信女主 慢慢一路 看到神在你 在你的性格上 对你一个模造 我想是 因为 爹地妈咪 和我的相处 是有些距离的 由小到大 爹地妈咪 都是相职 要出去赚钱 我是阿玛爷 是丑大的 我想我和 爸爸 未来世之前 和他和妈妈 即我和爹地妈咪的关系 是 我信了耶稣之后 是慢慢有进步 拉近了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我不太懂得 跟他们亲密 但是 因为我知道 神都想我们孝顺父母 我有小孩之后 我将心比己 我也很想那些小孩 抱抱我 抱抱我 我相信我父母 其实都想我们亲近他们 那我就觉得 信仰帮了我很多 在这里 学习和他们 有时候 说一些肉麻的事情 我以前说不出的 例如 好像这两年 pandemic 我打回香港 我最后 吸一口气 然后跟我妈妈说 就是说了所有东西 突然间会抱一句 妈妈想着你 你保重 我以前说不出 觉得很肉麻 受不了 我们家里不是那么亲密 但我又觉得 我要学 如果我想 我的小孩都好像我这样 我都要去改变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信仰 帮我一个 几大的突破 第二 就是跟家人说sorry 我都是很困难的 我觉得我自己对 为什么要对不起呢 从小到大 我又觉得我爸爸不好 有时候我妈妈又打我 我觉得她不理解我 还有你知 子女当然是难免和父母煞气 顶下颈 特别青春期的时候 Teenage 但是我信了耶稣 有这个信仰之后 我很记得 我开始学 透过写信 去跟他们说sorry 起初我不写信给我爸的 就算说sorry 都是跟我妈妈说的 但是去到后期 我都学习一件事 我不可以只是跟我妈妈说sorry 我都要跟我爸爸说sorry 我都用 真的拿一张信纸出来写那些 这些的举措 我觉得其实都影响我爸爸妈妈的 对我的看法 那时候他们都没有接受这个信仰 我想他们是看到个儿子 咦 都不是信了什么邪教的 就是那个信仰是改变了他 那 我最记得有一件事就是 我爸爸过了一生 我妈妈在我爸爸过了一生 之后几年他才说出来 因为我初初 结婚二十几年前 就很快就进去神学院读书 立照做一个牧师传道 其实我爸爸不开心 觉得我傻的 傻子来的 做了这些事情 我以前做保险 都赚到点钱 他觉得这么好的职业 为什么要放弃呢 还有他有个 不知道为什么有个想法 就是 这些人都是做神棍的 骗神骗鬼 所以原来他初初 真的以为我去做神棍 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爸爸会这么看我 我这么差的形象 在他的心目中 但直到我爸爸过了一生 几年后 我妈妈就说回一件事 他说 有一次 我爸爸和他一个 best friend 都是加拿大的 Toronto 聊天 就说 我儿子现在做了传道人 他挺好的 我初初以为他做神棍 不是 他真是很有心的 去帮人 什么 这件事是我爸爸在生的时候 我从他的口中没有办法亲耳听到 但是 我爸爸过了一生 我妈妈这么说出来 我觉得是 对我一个很大的治疗 就是 好像 一切过去和爸爸不开心的回忆 都可以摆在一边 就是 没有事情 及得上 原来 我其实也很想听到 爸爸那句 欣赏我的话 肯定我的话 这个就是 是的 是我的一个 其中觉得很珍贵的回忆 所以你说 你爸爸没有因为你是信主 而有影响 其实不是 他都懂得赞你 说你是帮人 其实他都看到你 认真去做一个传道人的一面 是的 只不过那时候 时候未到 后来都 他病了 他看到自己都无力自咎 他都 我想他准备 接受一个信仰 去帮他走过去 而且上一代的父母 呢 叫他称赞小朋友呢 的确是 难的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训练的 是这一代 就赞到尼西埔 就赞过聋 什么都awesome 是的 我们上一代 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骂 当然他不骂你 已经好了 但是肯定不会赞 很少懂得赞 我都是信了耶稣 才知道 原来affirming 去赞人 去建立人 是很重要的 唯有去建立人 肯定人 那个人的生命 才可以起飞 他们怕赞得多 很骄傲 说这孩子 不能赞他这么多 他们是黑衣仔 中国人的想法